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好,來到今晚的一級錯馬方程式,Simon,我記得之前有訪問過布達德,他說了一句話 那句話是甚麼呢?他說,在香港,跑馬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是頭200米的裸位 也是的,因為始終檔位影響很大 是呀,特別是,例如你來地1650,出閘不久就轉彎 所以你說,如果你說排外檔,你早段不積極一點,基本上第一個彎很容易都是實褻的 沒錯,因為例如快活谷,大家都知道,都有檔位偏差,內檔馬始終是有優勢的 既然香港馬場真的太小,很多時候形勢就影響了賽果 所以檔位一出閘,拿不拿到位,就成為智勝的關鍵之一 剛剛星期六,其實也有些冷門爆發出來 我記得自己做直播,看到三班一千米,黃銀大師那一場 有部份的馬,其實那個裸位就有少許,我覺得裸位或者跑法不是我想像中的那一隻 我覺得可能跑得很一般的,所以我就想試一下這一節跟大家講述兩隻馬 那是哪兩隻呢?一隻是聖堤飛,一隻是美麗動力 不如大家看一看這條片吧 這個就是三班一千米,不如說回每一隻馬 一檔是組裝行運,二檔是長勝進區,三檔是美麗動力 其實它試襲已經展現過一些很好的速度 我預計其實它早段都會放在四檔的行運飛區,都會放在較前的位置 五檔是這隻聖堤飛,六檔是多紅利 然後八檔是戴迎來,九檔是黃銀大師 不如看看他們怎樣跑,十檔是黃銀先鋒 出馬不多的直路賽 其實你一出閘,你看看潘頓,他基本上沒什麼想著放 我正在講這隻前面的美麗動力,我迫回去再給大家看 一出閘,是定的,長勝進區就頂著他 前面早早幸運排過一檔,神那麼早就像了一條外蘭 我一開始想著幸運飛區快,他自己也不快 但反而你看看一隻美麗動力,留在後面基本上鬥了口 你看騎士的操控,兩頭擺放在那裡,叫救命 但為何不放這幾步讓他走呢 我自己覺得跑法方面是一般的 跑到差不多一半,這裡看空衝 我覺得跟他本身試襲的走勢是兩隻馬來的 會不會幕後也有一些指示給騎士,騎士又沒辦法,又要跟隨呢? 因為他最後,最後的表現也是非常之差 當然最後,多紅利,神那麼早就放在山位那裡,最後就上來贏了 祖祖幸運是因為祖斷積極拿了第二名 幸運飛區,這隻就坦白說,我自己是猜不到的 黃隱大師又沒有跑錯 說完美麗動力跑錯,不如又說一隻聖堤飛 我又向後再回答 其實這裡,聖堤飛出閘也預算是比較落後一點 他季內跟黃蝦黃串嬌,他守在哪個位呢? 跑到中段,基本上守在現在黃隱先鋒 黃隱大師這個位那裡 當然你說他不夠快,但是你看回他那裡 那個裸位又是奇怪怪的 現在前面有隻幸運飛區,旁邊是戴迎來 外面是美麗動力 這裡的位基本上就完全沒有位置讓他跑 也是,混在馬林裡面 這裡跟著長勝進區,他想移出來的 不過呢,美麗動力又出來了,多雄力又出來了 他在這隻後運飛區和長勝進區在後面等 那你這裡 這裡收了 你看看拍寶有沒有騎過,基本上是沒有的 這裡有得望空下了 其實他這裡逛出去,在長勝進區的外側那裡 哇,撲了幾步,最後的勢力是很厲害的 正常應該都有屁事的 這場就當作假賽職,沒辦法了 那所以呢,其實,我可以先回來 剛才跟大家說過,布達德說過 你說投了二百位,那個取向或者擺位 可能是整場馬的勝負關鍵 這條片其實就引證到 當然啦,你說兩隻馬都不是布達德騎 但是,喂,一隻想放的 即是市集,你假設他放的就不放 一隻在後面那裡,即是在馬林裡 基本上都沒有機會給他發揮鎖場 我覺得這兩隻馬,之後大家可以再跟進 馬桑阿哭完了,不如說回明晚賽事 明晚谷草賽事八場 就會安排在斯蘭斯交山跑道舉行 不如看看上次這條跑道 有什麼馬會值得大家去跟進 上次用這條跑道12月13日 當時跑完國際賽,偏差又不是這麼大 你看回頭場,歐洲之星放頭就行 第七場劍烈鋒放頭就行 放在前面,一檔那隻金碧輝煌 跟前小小排的好檔威信 所謂的四五位都行 還有那隻玉成寶貝 你說劉鶴,勁家輝 還有石磨藍,那些都不是那麼吃虧 對,整體來說,跑道形勢沒有一面倒傾向哪裏 但剛才楊進也說了 放頭馬有些能力的話,進到直路多數都不斷 我自己那天看到那隻勁有波幅 進到直路好像沒得追 瘦小的泵都不斷,誰不知那隻榮冠大盜 遠道在外跌洩位都可以贏回來 對,十二檔就被他搞定了 好,可以回來 跑道形勢說過了,莫雷拉又停賽 其實剛剛星期六潘頓的成績是否十分好 我覺得也不是很多場位置 都是強差人意一點 上籤就夠騎師王一命 現在拍片,可能比較早一點時間 暫時一號騎師潘頓 騎師王都是大熱門,2.75倍 只有六匹座騎 你覺得是否這六匹座騎也這麼有冠軍相呢 我反而這個星期三,他的手碼真的跌了 差一點 我自己,除了一隻翡翠劇院 其實如果五隻,我也會有 因為當位也不是太差 翡翠劇院則過十二檔,我覺得比較少少下風 反而我覺得國能的手碼一點也不差 是啊,國能其次 一來其實他也很騎得 二來,如果你說回報率 國能不會吸飛 是啊,你說現在沒有這麼叫做力強的騎師 李保利、國能、杜利萊 杜利萊可能少些馬騎 塔堡、甚至羅里亞 都是一些比較大家可以生龍彩 或者冷彎,可以想一想的對象 國能其實明晚手碼不差 我逐一隻講一下,濟宇高峰、辣德寶、好友無敵、力王、問鼎高峰、金絲勒將、喜盡 你聽起來,我這七隻都有選擇 都要,你只喜盡都已經好像一夫當關 我反而覺得一夫當關會不會是金絲勒將 因為上季兩次贏馬都是撿過一檔 今次又是國能,又是一檔 好像這麼巧合 他又有些運,好像滯如高峰、好友無敵 全部都內檔搞定 現在暫時拍片,金絲勒將是7.1倍 大熱門下了哪一隻馬呢 勇冠王 今次贏完加11分 隔幾日子短 換人 現在暫時44元呢 我覺得都有點拖腳那隻 因為這場很多馬都很雲巡 甚至乎靚子晶、心慷慨、古惑 你上次選擇的那隻贏科超影 還有今次換人的那些大運起 每隻的賠率都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除了那隻十二檔的小刀移程 是四十多倍之外 其實很多馬都是很雲巡 所以那場第七場都很頭痕 即是軍勢的情況就很軍勢 但就算其他賽事有一兩隻重心 那些重心都不是那麼穩固 是啊 剛才的報紙圖就告訴大家 今次的編測不是這麼大的 放頭、留中間、留後的馬都可以發揮到水準 今次選馬都是剩下馬匹的實力為主 今節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一節跟大家講一下我們的心水推介 了解